娱乐圈的清老行动最近进行得如火如荼 这让不少的明星艺人都瑟瑟发抖 生怕下一个出事的就是自己 然而又一顶刘南新罪名做事 连生理期都不放过 22岁的他比吴谦更可恶 他就是黄旭熙 黄旭熙可能大家还不太认识 大家看这个1999年出生的小鲜肉 看到这个人处无害的脸 实在很难想象他是如何与时间管理大师有挂钩吧 在2016年 家境贫寒的黄旭熙决定去参加SM公司的一个全球选秀 想要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 长相俊美的他在众多参赛选手里脱颖而出 随后签约了韩国的SM公司 一路走得很顺畅 后来他的公司给他签下来蓝牌的顶梁柱综艺奔跑吧兄弟 黄旭熙作为常驻嘉宾参加在这个节目中 很快 黄旭熙就为人们所熟知 在综艺节目中的黄旭熙会悉心地帮同综艺的女生党惩罚浇下来的水 更是会在街头录制的时候提醒粉丝要注意安全 在这个综艺节目中 让他积攒了不少人气 但是如果黄旭熙本人的作风真的像综艺里表现的那样的话 他现在也不会被人们所诟病 被津津乐道到今天 具体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黄旭熙的四个女友的事情 从韩国漂洋过海传到了中国 网友们瞬间炸开了锅 在女粉丝的爆料中我们看到的视角才几条船 还像粉丝要吃要喝的网络乞丐 还不断要求女方给他买贵重的品牌礼物 甚至要求要买车买房给他 否则就不要再见面了 两人在恋爱期间分分合合 甚至女方还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第二位受害者爆出来时发现 原来那个时候的黄旭熙已经是脚踏两只船的状态了 对他的套路和对前一个人的套路也是一模一样的 先是同样的卖惨 同样的向女方索要各种各样的东西 好像女人就是她一栋的ATM自助取款机 除了韩国女粉丝 中国的两个女粉丝也是身受其害 但是这次他们拿出了更有力的证据 那就是与黄旭熙同床共枕的图片来时垂了 一切都做时候 黄旭熙已经算是凉凉的状态 她的中文后援会已经全体解散 早前和黄旭熙签约过的两大奢侈品牌 现在都已经和她解约 现在她没有了品牌方的支持 没有了粉丝的支持 公司也因此放弃了她 因为她的行为 让她的队约辛苦准备的新歌也都发行不了泡了汤 最近因为私生活翻车的明星很多 黄旭熙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现在官媒正在严查娱乐圈乱想 只希望能让娱乐圈的水更清澈一些 不管是偶像还是演员 最基本的义德不能缺失 坚守道德和底线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底下留言告诉我哦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会